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相信在New World推出了之後 有不少MMORPG的愛好者 包括我自己在內 都已經日以繼夜地在玩這個遊戲 我亦直播了很多天 但也想拍一些關於這個遊戲的一些小小的貼士 又不算是攻略的,只是一些貼士的影片 大家都知道New World這個遊戲裡面 有非常多的生活技能 今天我跟大家說的主要都是劈樹 劈樹相對來說是在很多種不同的採集技能裡面 比較上是難升級一點的 雖然整個地圖周圍都是樹 但你一邊劈的時候 你可以拿到的生活技能上面的經驗值 就不是十分之多 劈最低級的樹大概是30至70左右的經驗值 就視乎那棵樹能給你多少木頭 50級之後你就可以開始劈這個Mature Tree 就比較上是經驗值再多一點 但都是介乎140多至160多左右 就不是升得十分之快的 今天這條影片跟大家說一樣 是一個比較上沒有那麼悶的 可以去到升級這個劈樹的一個小小的貼士 有一個可能大家都應該會知道 但也想說一說的就是 如果你是把你的點數配到這個Constitution上的時候 在不同的等級就會有不同的劈樹加成的 分別就是加10%速度的劈樹 然後就是再加多15% 然後去到最高升級300的時候 就會有25%的機會 就可以一個斧頭劈過去 就可以把整棵樹劈倒下來的 但我覺得未必有需要 就是配到下去就是要有300點 在這個血量的方面 除非你真的很想一斧頭就去把這棵樹劈倒 我們的重點就是去到 我們劈樹怎樣可以升級呢 可以升級快一點呢 很無奈地 在0至100級的時候 你是只可以周圍走去劈樹 這個是唯一的方法來的 是沒有更快的方法 但是當你去到100級之後 就會有一個比較上可以叫做加速一點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去這個Brightwood的地圖 在這個右下角就會有一些的敵人 就是一些木頭狗來的 正常這些動物類型的敵人 你都是去摩皮的嘛 但是這些木頭狗因為它是木造的 所以你是會用這個劈樹技能去到劈牠的屍 你每劈一隻就會有800多的技能的經驗值 理論上來說你打4至5隻 就已經會升級1級的這個生活技能 所以呢 相比起周圍去到劈樹 那個上升的速度是比較快一點的 升級的速度比較快一點 還有就是你技能升級的時候 你也會有經驗值 我在這次的測試裡面 就是拿到200經驗值的 雖然在速度方面 可能只是快過周圍去到劈樹一點點 但是相比起只是在劈樹 就比較上是沒有那麼悶的 因為始終都叫有些敵人給你打一下嘛 我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在Brightwood的那個打木頭狗的地方呢 除了我之外呢 只有我跟工會的另一個玩家而已 我原先也在想好不可以把這個地點公開呢 會不會公開之後會變成很多人 然後搞到我自己也升級不到呢 但是我覺得這些有用的情報呢 我覺得應該是要拍片和大家分享的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關於劈樹的一個小小的提示 希望大家喜歡 我接下來應該都會拍不少關於New World的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會有其他一些遊戲的影片 我接下來都會花多一點時間下去拍多一點 因為之前比較忙沒那麼多時間 但是現在就可以做多一點了 今天這條影片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記憶能力度過 那我們下條遊戲影片就跟大家見面 就這樣